10月16日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在大同举办 晚会上 成龙和肖战合唱一首《中华力量》 听的观众们斗志昂扬 热血澎湃 单曲循环不能停 肖战打鼓时 姿势潇洒帅气 动作干净利落 一身白色中山装 真的周正有力量 看完了肖战的表演 发现上场的艺人都哆哆嗦 吴京的鼻子红红的 少林寺的小和尚似乎冻出了鼻涕 小编查了一下 大同的气温负武摄氏度 怪不得硬汉吴京都冻成这个样子 小编更加佩服现场女艺人的淡定 女艺人穿得更少 胳膊腿都露在外面 还能一派自然 端庄微笑 这几天黑粉连连造谣 就是因为这个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 第六届并无事嘛 那也难怪了 和成龙一起演唱 机会相当难得 肖战这一亮相就上了两条热搜 分别是肖战亮相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展并无事 和成龙肖战合唱中华力量 一个排名第二 一个排名第四 那些唱衰的黑粉可以歇歇了 肖战拍过古装偶像剧 拍过现代爱情剧 从未涉料过动作电影 若是肖战能与成龙老师合作一部电影 那真是太幸福了 效果一定是出乎意料的吧 好期待呀 说起成龙 最让小编印象深刻的就是成龙的爱国者形象 成龙曾经表示 遵守红绿灯规则是爱国 捡起地上的垃圾是爱国 扶老人过马路是爱国 不要在路上抽烟也是爱国 因为小有小的爱国 中有中的爱国 大有大的爱国 我们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外国人看到我们规规矩矩 干干净净 他们自然就会把这些信息带回去 从而改变他们的偏见 我们这样做也是一种爱国 肖战也是一位很爱国的艺人 重要日子肖战从不落下 对人民日报等国家媒体的转发也非常的积极 包括但不限于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致敬边防军人 致敬英雄 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五倍当自强 肖战说 我觉得我们要做好榜样给他们粉丝 我们既然是被他们所喜欢 就要做一个引导他们方向的人 所以自己还是得脚踏实地的 努力地去做自己手上的事情 他还说 只要每个人都多关注一点 多付出一点 就会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 你的关注与爱心就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力量 肖战的每一次转发文案都很简洁 一两句话而已 但都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表达出来的 这次两位爱国艺人一起合唱 唱出了国语家的深情厚意 唱出了拼搏奋进的大国风采 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家国同心的炙热情怀 我要强 昂首怒放 国要强 中华力量 我为国强 国为我强 我心向往静飞翔 我要强 铁骨脊梁 国要强 大国泱泱 国为我强 我为国强 看我东方 中华强 有家国情怀的成王 根正苗红的肖战 你们是小编学习的榜样 为你们感到骄傲而自豪 谁都会喜欢与优秀的人为伍 也都喜欢听到让人心情愉悦 并且开心的消息 没有人会喜欢和抱怨的人在一起 更没有人会喜欢满身力气的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粉丝们已经习惯肖战的各种好消息和惊喜 也越来越明白一件事 一个人不管你做得有多好 一个人不管有多优秀 总是会有各种声音出现 质疑 批评 甚至有各种讨厌 莫名其妙没有缘由的恶意针对 这比东野归舞恶意中的恶意还要深 也怪不得都说 人心中的恶意就是无底的深渊 正是因为足够优秀 足够吸引人的注目 所以在吸引来的关注和目光中 总有那些不怀好意充满着偏激的人 或许每一个理智正常的人 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偏激的想法 所以在做好自己的同时 也都努力地向阳而生 将目光放在我们心上和喜欢的人身上 每天关注肖战的动态 听他的好消息 真的是一件让人开怀的事 肖战这次参加的成龙的电影闭幕式 是一次意外的惊喜 之所以对大家来说是意外的 完全是不在大家意料之中 没有一点预料 完全是空降 虽然在十几个小时之前 有不少黑子们传出来这个消息 但大多数粉丝以为 又是像之前的各种谣言一样画饼 没想到在正式开始之前 工作室果然官宣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工作室官宣的时间 是开始之前的四分钟 这个熟悉的数字和时间间隔 是不是又让大家想起来 之前肖战刚刚回归的那阵时间 即使有活动 有节目 有彩排 也都保密措施做得很好 不到提前几分钟 是不会透露的 为的也是尽可能小的引起波动 引起有些人的恶意带节奏 毕竟经历过水深火热 所以做得再谨慎 再谨小甚微都不为过 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肖战在台上唱歌 也没有看到歌手战和舞台战的回归 所以这次肖战一身白色西装 又惊艳到了我们 什么是根正描红 满身浩然正气 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真真是长了一张国泰民安的脸 满满的正能量集市感 肖战能够有幸参加成龙的 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 是对他的一次认可 能够和电影的前辈成龙合作团 业内的前辈 有着如此近距离的合作 也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荣幸 同样也是肖战用自身实力和舞台 去打脸和回应网上那些质疑 毕竟网上对于肖战的恶意 从来没有停止和消灭过 虽然粉丝们也不去理会那些恶意的挑拨 但是却也都知道 唯有真正的实力才能够堵住悠悠之口 肖战作为荧幕演员和话剧演员 来参加成龙的专属电影周的闭幕式 这也有让人联想到之前网上一直传的一个消息 关于肖战即将再次转型拍摄电影 登上荧幕的这一消息 仿佛也有了冥冥中的印证和联系 做好演员是本职工作 而演员又包括太多 无论是电视剧的角色演员 还是话剧舞台上的演员 或者是电影荧幕中的电影人 他们的身份都是演员 是应该带给观众好的作品的艺人 或许这也是肖战即将再次转型的一个苗头 无论任何行业 任何身份都不可能局限于眼前 只有不断地努力创新 不断地突破挑战 才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肖战也本不是一个会居于现状的人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以大龄男青年的身份 半路闯进娱乐圈 这样的勇气 这份果敢 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在出道的这五年中 我们看到肖战身上的成长和退估 也见证了他走过的路 取得的成绩 每一次都能看得出来 每一个阶段的积累 都是为了下一段的更加努力的拼搏 我们相信 未来肖战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与大家见面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肖战也会有新的电影 在荧幕上与观众见面 回馈那些支持热爱他的粉丝 与观众们 期待着那一天 等待着那一天到来 我们相信不会太久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